AZB专家会拍板 最快五月要开打 六到十一岁儿童的 一二剂疫苗 但是现在各地都传出疫苗 已经不够了 而国内剩下 五十几万剂的莫德纳 那么什么时候开打 预估的需求有多少呢 庄人翔就说了 这数字很难估计 要先去做个医院调查 还有说国际的经营 儿童的接种医院 只有两到三成 意思是说 信有的就够用了吗 其实有不少的 家长在等待的是 儿童剂型的疫苗 那么陈时中现在说 应该可以签约了 这个应该是应该可能 也许是然而未必不见得的应该吗 立文 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陈时中 真的太离谱了 为什么每一次 都还要媒体帮他算 算说我们现在 到底有多少剂 那跟你的政策上面 实际上你根本没有这种库存 没有这样的一个疫苗 他社会指挥中心 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 他手上有多少疫苗 然后他也不去买 然后托词说买不到 也不就是意识形态在作祟吗 今天是放声我们全台湾人就对了 我们来看一下报道 拿出小黄卡给工作人员检查 以后要去健身房 可不是想进就能进 没打满三剂民众直接退费 因为政府心智上路 到健身房必须出示小黄卡 或手机上的健保快一通APP 证明已经打满三剂才能入场 毕竟都是想要保护民众 配套措施的部分能够再做得更好一点 除了健身房 四月二十二号疫苗禁令 包含绕境旅行团八大行业 矫正机关或殡葬场所 想参加或入场 需接种三剂才可 只要有社交距离跟口罩 非常困难的实施 大部分都需要施打三剂 未来疫苗需求恐大增 主要中心疫苗施打往下开放 六到十一岁孩童可接种莫德纳 十二到十七岁青少年 也可接种第三剂 六十五岁以上长者 则建议接种第四剂 盘点未来五六月新智上路 加上施打潮 还有四百六十五万剂疫苗缺口 绝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表示 五月前有三批莫德纳疫苗 约两百五十多万剂到货 可供五百万人次接种 我们要继续采购疫苗 可能每六个月 都要再补一次疫苗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现在每个家长都在问 到底什么时候 有儿童疫苗可以打 而且大家希望打的是BNT 因为毕竟莫德纳的 一个副作用也比较大 大家都不想让自己 亲爱的baby来冒任何的风险 那庄仁祥就说了 这个疫苗的数字很难估计 为什么呢 我们小朋友有几个人 都是算得很清楚 他说因为要做意愿调查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国际的经验 儿童接种的意愿很低 大概只有两成到三成而已 换句话说 我们不需要准备这么多疫苗吗 那现在问题是 我们的儿童疫苗 根本就是只有莫德纳 剩下的没有其他的选择 那如果说儿童疫苗的 接种的意愿这么低的话 那到底儿童的安全 应该要怎么保护他们呢 你是不是应该要有 相对的一个准备方案 不可以什么责任 通通都推给家长 推给小朋友 陈时中又说 好消息 告诉你们 辉瑞BNT儿童疫苗 应该可以签约了 但是因为你是一个放狼的孩子 放羊的孩子 这个每次都被你骗 骗了太多次了 这次学乖了 谁也不敢相信了 网友就说应该可以 跟实际上已经签约 充满了不确定性 什么他那个时候都跟我们讲说 他已经跟BNT都讲好了 都签约了 记不记得 什么是要签约了 结果后来根本 全部通通都是假 全部都是假 然后呢 网友就说啦 疫苗到货落地之前 陈时中任何承诺都不能信 对你看这就是学乖了 不能够再相信任何渣男 情感受伤太深 网友就说了 2020年跑超商抢口罩 2021年跑医院抢疫苗 大家记不记得 那时候抢疫苗 有的时候他还摔伤了 摔了五角朝天 真的很可怜 2022现在要跑药局抢快筛 真的是政府是要让人民 演连续剧是不是 我觉得人民真的好辛苦 好 那么这个指挥中心 还公布了说 以后染疫的儿童 可以透过视讯来诊疗 那如果说你有五大警讯的话呢 你就可以自行就医 六大 透过六大症状 来作为一个评估的标准 医生听到 黄立民医生听到 就傻眼了 就说 视讯诊疗疗跟电子维力 这些都是多余的啦 你帮小孩的视讯看证 是最不准的 因为你没有促诊 听诊 根本就没有办法 真的确定症状 好 所以他建议家长 如果你认为孩子 染疫不对劲的话 还是赶快送医 你不要傻傻的 听只会中心的话 在家里视讯 好 那么呢 现在我们刚刚才爆出 有一岁的孩童 还有两岁的孩童都重症 那两岁的孩童 甚至于是不幸死亡了 那现在桃园 又爆出13岁 跟11岁的小姐妹确诊了 然后症状也是非常的严重 但是呢 医院居然以院内没有病房 要求自行回家 那家属赶快请明代 来协助转院 我坦白讲 如果不是症状很严重的话 家属怎么会这样子 千方百计的 一定要让小姐妹 住进医院呢 结果没有想到 桃园卫生局 居然说 我们没有儿科重症的医院 所以重症病房 确诊的重症病房 还有分儿科跟成人科 那没有儿科的重症病房 小朋友就算重症了 也没得地方送嘛 你是要把家长 通通都吓死吗 那怎么会这样子呢 你超前部署了两年 居然给家长这样的答案 怎么能够接受呢 那小朋友怎么办啊 因为中和的两岁确诊男童 延误送医而不治 所以让指挥中心 好不容易公布了 染疫儿童的视讯诊疗 包括有五大警讯 自行就医的六大症状评估 等等的相关标准 可是医师黄利明就认为说 其实视讯产量真的很不准 他认为这个是多余的 应该是说有问题的话 才发现孩子染疫不对劲 就立刻送医 好 所以我们还看到 桃园有这一对 13岁跟11岁的小姐妹 染疫之后呢 妹妹是差一点休克 妈妈说是眼睛都已经上掉了 所以赶快送到医院去 好 送医急救 虽然减回医密 可是院方就说 脱离减性 你们赶快回家吧 因为已经没病房了 还好后来呢 还没有离开之前 妹妹看起来又不对劲 才想办法把妹妹又给塞进了 这个病房里留了下来了 好 我们看到各国的例子 都是优先把医疗资源 不是要留给小孩和长者吗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署长 看起来台湾的医疗资源量 是不是真的不够了 连这个已经很严重重症的小朋友 都没有病房了吗 不是 我们医疗资源 如果没有去做扩充 那绝对不够 大家回想 没有疫情的时候 那小朋友都很容易住院吗 老人都很容易住院吗 没有耶 台湾早就异常难求了 那你平时都已经异常难求了 更何况你现在发生这样的疫情 然后他要给他 他要给他短时间之内 让他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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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一直拖 这真的是有到夭壮的 那你要怎么去准备 事实上我们在年初别果在烧 我们就讲过了 小朋友在Omicron这一波 比Delta那一波还严重 住院人数暴增 对不对 那你包括你像纽约 包括就连第一年的时候 他都要紧急的去动员出原本的一般病房 来收他包括大人的 包括小朋友的这个病人 但是我们现在病房在哪里 他完全没有去动啊 病房还是在收一般的其他的病人 其他病人还要小心被医护人员感染 他没有准备 他完全没有准备 那你院内如果你把病房清出来 你就会造成什么医疗排挤 所以你要不就死这个新冠的病人 你要不就要死不是新冠的病人 这大家在那边抢病床 这是何等残忍的事 所以我们传染病房制法才会规定你嘛 你要有应变准备 就要preparedness plan 你知道干什么用的 所以你一定是在医院外面 去扩充你的医疗资源 我刚刚讲了 你去年这么多人 在防疫旅馆在自家去世 事实上总超额死亡人数是五千多人 他都没有处理一马熙老心宅宅 继续当神啊 所以他这一次他都没准备 那你小朋友都还会比以前的更严重 他还没准备 那的确是没有办法用这种隔空问诊的方式 真的事实上小朋友 如果父母你只要觉得有问题 他就是有问题 你一定要赶快处理 而且啊 这些需要住院的小朋友 在美国他还发现 你说这个竟然 竟然ACIP 李彬寅你自己 有时候我都觉得气到我都不想讲 我可以讲吗 我就是气到我觉得李彬寅你有没有羞愧到 觉得你要 你自己是小儿科医师 你对得起小儿科病人 你对得起家庭 你对得起你自己小儿科同才吗 因为人家别国都演给我们看了 没打疫苗的小朋友 住院率是有打疫苗小朋友的两倍 住院小朋友十个有两个会住ICU 什么叫做还在跟我们 有些人在鬼扯小朋友不严重 你跟谁要不要该出来讲话 我们死了一个两岁小朋友 一到四岁一整年 我们台湾133个死亡 现在就已经多死一个了 10到14岁一年 111个死亡 你们不要再扯什么 说小朋友什么死亡率低 小朋友平常就不该死了嘛 所以这些都是冤魂 那都噪音于我们政府 是没有任何准备 所以你现在要怎么保护小朋友 就家里面还有学校 大家就要检验 你要例行性的检验 然后家里只要有人不舒服 当然也不舒服 你马上就 你不论你有沒有快晒四季 你要跟小朋友鞠隔 那你的家里 一定要有非常好的通风 甚至于你如果像刚刚静明讲的 有人感染的放在家里 这不是全台湾 冒昧以求的挥而扑我模式 这是集中淫事的模式 你有人这样 不是什么一人一事就好 你一定要在那个房间 要有黑帕 要有窗户 大家要带上N95 这一关很难过 希望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所以现在很多时候 大家是莫衷一事 因为真的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 像是这个资政媒体周玉寇 他自己到医院去PCR阳性居隔之后 他今天po文又说 他自己测快筛是阴性 还tag指挥中心问说 怎么发生怎么一回事 网友就说 一般人也能够比较他去tag指挥中心 来讨答案吗 而绿营的立委蔡逸宇 上周他也上过了周玉寇的政论节目 结果就被嘉义县卫生局通知要 居隔十天 可是一样也是接受专访的李炳颖医师 却说自己不用被匡列居隔 指挥中心就说 这个要由地方卫生局来决定 所以李炳颖和蔡逸宇 到底是该被居隔 还是应该要自我监测呢 难道是爱怎么解释都可以说得通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兵哥 所以说未来还要不要匡列 还是也是自我应变呢 人人生而平等 一直都是一个神话故事 实际上我跟你讲 台湾就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 每一个人因为他特殊的身份 都会有不一样的待遇 比如说像我们的coco姐 她tag这个防疫指挥中心 就没有事啊 大家还一副好棒棒啊 怎么样讲一大堆 如果是我tag防疫指挥中心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我一定被一堆人出身 我跟你保证百分之百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这样 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份不同 就会产生这种不平等的状况 那同样的也是一样啊 现在蔡逸宇要被居家 要被直接隔离 她那天还在立法院 跟我们所有人打成一团 那我们这些其他立法委员是怎么办啊 所以 这通通扭着 这个是被 所以你没有注意到吗 从我坐下来到现在 我一直离你很远 那他这个是 这其他立法委员都不用被隔离吗 是啊 那我跟你讲 所以我 这个就是我们觉得 我跟你讲 放心啦 好消息是 因为Coco姐今天 她自己快筛没有事 但是我是觉得Coco姐 你也讲了疫情 也讲了两年多 快筛没有事 并不代表什么 PCR都可能阴转阴 阳阳转阴的 何况是快筛呢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但是蔡逸宇 第一个 她下去了 我觉得现在立法院是高危险群 老实讲 在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对立法院的人 最好保持一点点小小的距离 然后呢 更重要的就是 李秉颖犯下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你知道为什么 我说她犯下一个错误 也就是她在第一时间 我觉得这个不怪她 因为会不会被染疫 谁都不知道嘛 那你就刚好出现在这个场合 可是她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记者直接打电话问她的时候 她说我不叫密切的接触者 因为我有全程戴口罩 那请问一下 你是在被人家直接录下 你在广播间一头 那么狭小的一个广播间 你们两个靠得这么近 然后在你头待了整整一个小时 那你们自己给人家过去的规范 两个人只要进去接触15分钟 管你有没有戴口罩 全部都算 密切接触者 结果你待了一个小时 你告诉我说不算 你自己还是ACIP的召集人 那请问一下 你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当你自己是ACIP召集人的时候 你都会给出一个 跟一般的标准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法医指挥中心的标准 到底是什么呢 包括常来节目的朱大 朱学恒 朱学恒他自己 他发觉他小孩子 就有可能染疫 后来一个确诊 一个没有嘛 结果他就自己居家隔离了 你知道他没有收到通知 然后更好笑的是什么 你知道 他早上 他接到台北市政府的通知 说叫他去PCR OK嘛 正常 终于有人注意到他在被隔离了 对 结果他一出门 马上有一个简讯发给他 你擅自离开居家隔离的地方 你要被罚钱 那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到底是要去还是不要去 我们的政府整个乱套了 然后这就是现在最可怕的一个地方 你知道蔡玉宇跟李平颖 同样都接触 那个周玉寇 对不对 那李平颖还比较接近 蔡玉宇还相对比较远 结果 结果呢 现在嘉义要蔡玉宇居家隔离 然后李平颖说他不用 他只要自主管理 然后结果人家法律 换防疫指挥中心 你知道防疫指挥中心怎么回答吗 他说这个地方卫生局决定 那就来了 那问题就来了 那现在每一个地方卫生局决定都不一样 请问一下怎么办 那我们到底要听哪一个地方卫生局的 那像尤其是台湾现在 台湾就是个小岛嘛 很多人是跨县市在上班工作的 那可能我在桃园不违法 我到台北就变违法 那请问一下我怎么办 我到底要听哪一个地方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没有担当 没有责任感的防疫指挥中心 才搞出这样的 莫名其妙的事情来嘛 所以防疫指挥中心 拜托你有一个基本的责任感好不好 这是你应该规定的事情 你就要下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 不然的话你就干脆裁测防疫指挥中心 反正在你的目的不就是这样吗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